从第七章 告诉我们 神让罗亚一家进方舟 这是恩典 透过方舟告诉我们 神拯救人的故事 方舟是预表 耶稣基督 当年 洪水时代 信方舟 就得救 现在是 耶稣时代 信耶稣就得救 所以方舟是预表什么 方舟是预表耶稣 所以第 第七章告诉我们进方舟神的拯救 第八章告诉我们出方舟 第八章 第八章 告诉我们 罗亚出方舟之后呢 他就 竹坛献祭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 个人 要有竹坛献祭的 敬拜 祷告生活 所以透过 每日言经事宜 帮助你 竹坛献祭 家庭 也需要竹坛献祭 献祭 所以罗亚呢 他出方舟之后呢 他就为耶和华 竹了一座坛 然后呢 竹坛献祭 献什么祭呢 献捷径的牲畜 飞鸟 献在坛上 为凡祭 所以 献祭的生活 是我们 一辈子要 板上的 要付出的 不能 你想献祭才献祭 献祭是 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 你们如此献上 乃是 理所当然的 所以第九章呢 当 罗亚献祭之后呢 第九章 神就赐福 罗亚之后呢 神就立下彩虹 和罗亚 签订 契约 所以 大家看到彩虹 好美好美啊 彩虹 原来是 圆的 不是半圆的 我亲自 在天上 看见圆形的彩虹 而且 看见 双圆的彩虹 哇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啊 你们天天 常常坐飞机的人 可能还不太有机会看见 圆形或 双圆的彩虹 和牧师有一天 坐飞机 一望玻璃看到 双层的彩虹清清楚楚 红层黄绿蓝电子 哇好美好美啊 所以 神让信耶稣的人 其实 从天上角度看 一切都是圆满的 神不会错误 神的赏识 在天上 都是什么 都是圆满 都是美丽的 都是完全的 从地上看 哇彩虹是半圆的 从地上看 哇今天是 阴天 天上的 乌云密布 你以为太阳就不见了吗 你以为太阳就不放光了吗 原来 当你 飞越 云尘 太阳在哪里 太阳在天上 永远 光芒 万丈 是不是 哈利路亚 所以你从天上来看 乌云 请问是黑的吗 天上看 地上所见到的乌云 从天上看的话呢 所有的云都是什么 都是亮丽 辉煌的 对不对 哇实在 神所穿的都是美 所以 基督徒们 要被提到天上 用神宝座的眼光 来看世上的一切事情 所以神不会错 神也不务实 也不务事 只要让你所认为的 乌云密布 都要成为你 生命当中 最美最美的 云彩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晓得 第十章呢 就告诉我们 罗亚的 这三个孩子呢 然后就建立了 七十个国家 第十一章呢 告诉我们 人在那个时刻 又继续受骗上当 很可怜啊 然后呢 十一章告诉我们怎么样 十一章的第四节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 我们的名 他们没有要传扬 耶和华的名 请问大家 他们要传扬谁的名 传扬人的名 人的确 像神 伟大卓越成功非凡 可是呢 神是希望 如果人 来 尊荣 耶和华 来传扬 耶和华的名 和人的 却 不敬拜神 不传扬神 却要如何 要肯定人 要传扬人的功劳 要传扬人的名声 所以 神虽然 在这样的一个 败坏的罪恶的 黑暗的世界当中呢 神却 一直 施恩人 结果 十一章告诉我们 神 在当年呢 就看见一个人叫做 亚伯兰 这个人 他 不像世人 一直要肯定自我 超越自我 创造自我 这个人呢 他敬畏上帝 这个人呢 他亲近上帝 他知道 神 不是 像他周围所拜的那些庙宇的偶像一样 神是 创造者 而不是受造物 周围的庙宇所拜的神 都是偶像 都是神明 都是人用 金银铜铁 木头石头 雕刻出来的 一个神像 原来会拜他 亚伯兰知道说 神 肯定不是这个 偶像 神乃是 自有 拥有者 所以亚伯兰呢 他不拜偶像 神 在天上看到说这个人 不一样 所以神呢 就让亚伯兰 要离开 这个偶像的 环境 离开 这个罪恶的 世界 神就呼召 亚伯兰说 亚伯兰 你移民 你搬家 你知道 亚伯兰 几岁的时候 听到神叫他 搬家 叫他移民 几岁 这就是 创世纪第十二章讲的故事 神从天上 有话语 对 亚伯兰说 亚伯兰 你要离开 本地 本族 富家 亡我所要 只是你的地方 去 神应许他 支付他说 我要让你 成为大国 然后呢 享受大名 然后呢得到大福 哈利路亚 一个听神话语的人 虽然冒险 虽然移民很痛苦 因为 七十五岁的高龄呢 去一个陌生地方 从头开始 苦不苦 他可不是十五岁 二十五岁 三十五岁 或五十岁呀 他是七十五岁 才被神呼召说 你移民 结果亚伯兰 听神的话 神的确 后来就赐给他 成为大国 享受大名 然后得着大福 所以 我们看到十二章之后呢 就是 神救人的故事 神 创造人类 人类 怎么样 就是上当受骗之后呢 就全然 成为 败类 最后就沉沦 但是神却要 持恩 要拯救 神的计划是 要从 人类当中 选一个 敬畏 神的人 这个人叫做 亚伯兰 神要透过亚伯兰 这个人呢 怎么样 要建立一个 神的 选民的系统 这个选民的系统呢 就是我们 大家所熟悉的 所谓 神的选民 是指谁 是以色列人 是指 犹太人 是指西伯来人 什么这个西伯来人 西伯来人 就是 就是 过河的人 所以第1个西伯来人是谁呢 就是 亚伯兰 因为他被神呼召说 你过河 你要跨过 又发拉底河 去那边 你要度过河 到达彼岸 所以 西伯来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过河的人 所以西伯来人第1个是谁 是亚伯兰 那我们 知道 犹太人 就是西伯来人 对不对 犹太人 就是 以色列人 对不对 所以就国家来讲 他是 以色列人 就种族来讲 他是犹太人 就语言来讲 他是西伯来人 同样是指谁 同样是指 神的选民 却有3种 不同的称呼 神透过 亚伯拉汉 成为 被 召的 主内 成为神的 选民 要透过选民 来拯救人 所以救恩是出于 哪里 救恩是出于犹太 救恩是出于以色列 好 好 请问救主 是什么人 求主帮助我们 这位弥赛亚 这位救世主呢 是生在 女子以下 而且成为 而且成为 犹太 犹太 协同 大家晓得 圣经 是谁写的 是犹太人 神借着 犹太人 写下的 神的话语 所以神的选民呢 其中 细在了 文字的道 文字的道 就是圣经 又 又赐下了 肉身的道 就是 耶基督 所以神呢 透过犹太人 的故事 要 向我们 预告 要向我们述说 神 如何来救人 好 神如何来救人 起先是透过方舟 所以方舟是 预表耶基督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希伯来 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三章 十三章 谁如何来救人 十字架 的救恩故事 不是单单2000年前 耶稣 上十字架 才 出现的 十字架的救恩福音 是早在创世纪 就不断的提醒 宣告出来 保罗书信告诉我们 是在万古之先 在创世之前呢 早就为我们预备 这样一个 赦罪的救赎的 十字架的恩典 所以十三章 十三章告诉我们 现在十三章 其实 人的被救 早就在第3章第15节就出现 大家看一下 3章15节 所以创世纪 其实在讲十字架的故事 3章15节说什么呢 大家看 15节的最后一句说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是讲谁 讲耶稣基督 成为女人的后裔 在当年的传统 人都是男人的后裔 直到如今 几乎 各国各民 几乎都是男人的后裔 对不对 可是 上帝却 在创世纪的 3章15节告诉我们 有一位救世主 有一位弥赛亚 他是为女子所生 他是女人的后裔 结果2000年前的 救主耶稣基督 的确就是 童贞女 玛利亚 所生的女人的后裔 哈利路亚 所以 圣经是神的话 完全没错 就在里面 有好多好多预言 连创世纪 都有很多很多预言 所以3章15节 就是预言 然后 比方说 神也曾经 跟 亚伯罗汉讲说 你的后裔啊 你的后裔 你的子孙呢 最后 会被人苦待 400年 结果呢 没有想到 亚伯罗汉的后裔 雅各的子子孙孙呢 的确 进入埃及之后呢 被埃及 折磨 苦待400年 所以创世纪里面充满很多很多的预言 好 我们再来看 创世纪的 第15章 15章的 第6节 又是讲到十字架的故事 这是什么故事呢 大家看到 15章第6节说 亚伯罗汉信 亚伯罗汉 亚伯罗汉就 以此为他的 义 所以 因信称义 是全本圣经的 真理 因信生义 是我们得救的福音 不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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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被称为义 让我们得拯救 我们乃是 信 耶和华 神就因此 称我们为义 所以 因信称义 不是在 罗马书 才有 因信称义 不是在新约时代 才有 因信称义 是在旧约时代 因信称义 是在创世纪 就有了 这是神 白白的恩典 要叫世人们 因信 信谁得成为义 这里告诉我们 信 耶和华 就得成为义 所以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旧约时代 万国万民 当年 任何民族 任何个人 只要信 这位真神 耶和华 对他所说的话 对他 所指引的道路 他就得救 根据这个真理原则来讲的话呢 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 孔子老子孟子 得救吗 如果他们 是信 耶和华 对他们所说的话 跟 所做的引导 孔子老子孟子就如何 就得救 所以 在没有耶稣之前 任何人 信耶和华就得救 可是从 有耶稣之后呢 乃是信耶稣就得救 在 耶稣还没降世之前呢 是信 真神就得救 非常重要 但是信偶像不得救 要信真神才得救 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 之后呢 人就想要遮盖羞耻 怎么遮盖羞耻呢 人就是 要透过 无花果树的叶子 来遮羞 来遮羞 可是神呢 却 为 人 预备 脾 子做衣服 所以三章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 为亚当 和他妻子 用脾子做衣服 给他们穿 这个脾子呢 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 是 羊 替人流血 舍命了 所以呢 神就 让羊的皮毛 那皮 然后呢 让人当衣服穿 这个故事 请问 是不是戴罪高羊的故事 谢谢神 如果你再去了解 神如何救人 神不单单是 透过方舟救人 而且呢 神 甚至 当亚伯拉罕 在 九十九岁 神应许他说 你要生一个儿子 这个叫做应许之子 这个人 才成为你的后裔 结果神没有想到 当 亚伯拉罕 百岁得儿子的时候呢 神竟然有一天 对 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把你的儿子 献给我 亚伯拉罕相信神 是活的神 即使死了也要复活 所以 他就很信号顺服的 让儿子呢 背着财 儿子背着财呀 就代表 儿子背着十字架 然后上山 上山 上到 摩利亚山 然后呢 亚伯拉罕 在山上竹坛 然后把儿子呢 捆绑 放在祭坛上 结果 神舍得 让以撒被杀死吗 不舍得 神早就为 这位 以撒 神早就为 亚伯拉罕 预备了 一只 带罪的羊羔 所以 创世记 就告诉我们 十字架的 带罪羔羊的故事 所以从 亚伯拉罕 这位信心之父 从以撒 这位蒙埃之子 从雅各 雅各 这位 要抓住神的应许 要得着神的赏赐的 这些 被拣选的族类 这些神的选民 一直到约瑟 最后成为王 成为神的荣耀 跟见证 成为 分粮给世人的 告诉我们 基督徒 有一条路要走 这条路就是什么 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冠冕 所以 神是 给你荣耀 尊贵 为冠冕的 当你 透过十字架 最终得着 荣耀冠冕的时候呢 撒但魔鬼 就完全 躲不去 阿里路亚 所以 对你旁边讲说 你最终要像约瑟一样 你要执掌王权 你要成为 世人的祝福 你要成为神国的见证 这是 创世纪的故事 每一个 信主的人 最终要像约瑟一样 阿们 阿们 你先来祷告 天父上帝 何等恩典 何等荣耀 因为你赐给我们 这样的冠冕 但是呢 被撒但魔鬼 嫉妒 偷窃 人虽然 帮助我们宝贝你的话 看着你的话 让我们 愿意 读圣经 愿意 落导道 愿意敬拜主 传扬神的名 而不是要 传扬自己的名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两者之间 选择 神 弃绝 鬼 选择天 而放弃地 选择 我们要 越来越被提升 提升到天上 而不要下沉 下沉 下沉 下沉到与神万圈隔绝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从创世纪当中 我们看见 你对我们的爱 你的创造 都是为了我们 连你的独生爱子 都是为了我们 主啊 如果你 连独生爱子 都赐给我们 你岂会不把万物 和你自己 也白白赐给我们吗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永永远远 相信你爱我们爱到底 救我们救到底 如是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贝圣明 Amen